主名先生離開了我們 他是偉大的人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他的死訊 以及能夠教點什麼英文給我們 大家好我是Paul 注意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吧 大家應該都知道他是誰啦 大概不用我特別說誰是主名了 甚至有一個他的博物館 好像應該在金山那邊 他是非常偉大的雕塑家 那享譽全球真的是他的太極作品系列 尤其是 然後我們今天看到一些智慧是託福程度的字 那他尤其會拐到學生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蠻搞笑的 我最近有個家教學生跟我說 老師我聽這個聽力聽不懂 他一直講到一個什麼是Gazette 我大概猜得出來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一種報紙 一個報紙的名稱叫做Gazette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總整理 就是可能是報紙名稱的一些詞 所以當你考到託福的聽力的部分 就是兩人在對話的那個東西的時候 或者是一個人去找一個Librarian 談了一個什麼東西之類的 我要找一個什麼研究 然後這個研究需要找什麼報紙或什麼的 你聽到一個名稱 那說不定就是一個報紙的名字 Anyway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順序來說 第一個看到的字 就是有名的 有名的你可能所習慣的是famous 可是fame這個字 其實也可以變成被動的形容詞 所以他想遇這個很好名聲的一個台灣的Sculpture Sculptor 不是 sculpture Sculpture 是雕塑品 所以雕刻家 Sculptor 著名 所以famed Taiwanese Sculptor 著名 was found dead Saturday evening at the age of 85 所以他被發現人已經走了 那走的方式是什麼呢 他這個in後面接的就是方式 像如果說今天他是車禍走的 so he was found dead in a car accident right he was killed in a car accident so in後面接的東西就是他方式這樣子 那他的in後面接的不是car accident 他記得是in what prosecutors said was an apparent suicide 所以看起來他是自己親身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的話呢 看到這個字叫做pronounce 其實你都會pronounce有發音的意思 可是在有些地方pronounce這個字就不是發音 所以像我們這邊看到 反正就是急救人員發現 就是他們到達了以後 他們就宣佈他死亡了 所以宣佈死亡這個字不是announce 雖然說我們很習慣announce這個字翻成宣佈對不對 像例如說我宣佈我下個禮拜要付出拍電影 或之類的 如果說今天是那個鋼鐵俠回來了之類的 鋼鐵俠鋼鐵人 所以那個可能會是announce somebody made an announcement of something 可是我們今天講宣佈死亡 或者是結婚的時候 上面在那個進行婚禮 officiate的牧師或之類的 我宣佈你們兩個成為夫妻 那個宣佈也不是announce 他也是用pronounce這個字 pronounce 所以pronounce不見得是發音 所以他在這兩種 我所知道大概就這兩種 想得起來的就這兩種 一個是結婚的時候 一個是宣佈一個人走掉了的時候 都是跟生死或者人生很相關的東西 所以pronounce它 所以emergency responders pronounce 租住民 dead after arriving at the sea fine 所以pronounce這個字 特殊的用法 那下一段說的是根據士林地檢署說的 那這邊講的就是 士林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所以我們這邊 prosecutor是檢察官 所以這裡翻譯成地檢署大概過得去 那他這個preliminary的一個 postmortem examination suggested 他的死因這樣子 那這個postmortem這個字 就可以被翻譯成是死後的 因為畢竟驗屍就是死後發生的 所以postmortem 那但是如果今天你用中文的死後去找英文的話 可能會出現兩個字 一個字postmortem就是我們這邊看到的 然後驗屍死後發生的 那還有一個字 你看我講死後發生都不太對 說實在的 因為所謂的死後發生 應該可能會是跟著這一個字 posthumous posthumous 不是posthumous 雖然說這裡面好像有一個 human這個字在裡面 就是人類這樣子 那post就是死後 所以在人之後 所以yes 這個字翻譯是posthumous 那他真的就翻譯成 死後才發生的 對不起 所以我前面講這個死後發生 可能講得有點快 所以我們講的postmortem 不是死後才發生的 而是 那這個中文 這個中文真的怎麼講都講不過去 你知道我越講 我怕同學越糊塗 你會想說厭世不是也是死後才發生的嗎 這樣講好像也沒錯 可是不是啦 總之postmortem是厭世 或者你在一些其他情境中 可能可以被理解為是事後去剖析 事後去反思事情 這個叫做postmortem OK You can have a postmortem discussion 那但是這個postmortem 那但是這個postmous呢 則是真的是 死後才發生的一些事 例如說 這裡有一個詞叫做 遺父子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 就例如說你 讓你的太太懷孕了 結果在懷孕5個月的時候 你很不幸的既然你走掉了 那又過了大概4-5個月 你的兒子女兒出生了 那我們就會說這是 遺父子 因為他們是 這兩個小孩 這個小孩是生在你走了以後的 所以這裡的死後發生是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希望你有聽懂這兩個字的解釋 一個是postmortem 厭世啦 實體解剖啦 這樣子 事後剖析啊 反思檢討啦 這樣就是postmortem 那至於postmous呢 是真的叫做 死後才發生的一些事情 這樣子 例如說我們可以說 誰是誰 在死後了 可是我們追封他一個 封號 例如說你在 在戰場上死掉了 所以死後了 我們這樣得知你的死訊 屍體運回來 然後今天總統封了一個紫色勳章 或之類的 一個Purple Heart還是什麼東西 美國有這麼一個 這個 獎章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就是postmous 沒有錯 OK 好 所以希望這個解釋你是可以理解的 酷 然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 就是朱鳴其實他病了很久 所以 He was said to have suffered from a number of chronic ailments for years as he got older 所以chronic ailments 就是長期的一些病痛 所以病痛除了你講 sick sickness ill illness 還有一個詞就是 aillments OK aillment 可以是複數的 好酷 然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的話大概就是看到他其實在以前是先當人家學徒啦然後什麼怎樣才發跡才厲害起來這樣子 所以在30歲左右 at the age of 30 He started an apprenticeship as a sculptor 所以這裡的apprentice這個字其實也是托福字托福亞斯字 他的意思就是學徒實習生 OK 那這種實習生多拜學的呢 你可以說學藝術那就是art 可是有另外一詞就是artisan 這個字就是工匠 匠 這樣子 工匠精神 匠人精神 這樣子 artisan 那還長遍形容詞你要聽的 如果今天真的出現你要聽的出來 你會說啊什麼art artisanal是什麼東西 artisanal就是artisan的形容詞 OK 那另外一個翻譯是artisanal好像我都聽過 但我好像比較習慣的是artisanal 好所以他有一個形容詞 匠的形容詞 剛那句還沒讀完 所以他當了一個 apprentice which heralded in his heralded in his career 所以他去學了這個之後呢 就迎來了開啟了他的career as one of Taiwan's best known artists 所以這裡這個字herald 他的翻譯包括像獄錦啦 預示啦 什麼東西的開始這樣子 尤其是透過慶祝或宣揚之類的 宣佈一個好消息 遇照仙照之類的意思 甚至舊時的傳令官員叫做herald 但他好像也可以是 是一個男生 那是另外一個herald OK 所以herald這個字就是我剛才說的 他其實可以是一個報紙的名字 OK 我亂編一下 例如說你 你開了一個報社叫做 台北herald OK的絕對沒問題 OK 好 所以我剛開頭的時候說過一個什麼 Gazette對不對 沒有錯 好像還可以把它翻譯成公報 或之類的 什麼人民公報 什麼的 就可以是 Gazette 所以這是我們整理出來 這裡有第三個字 Gazette 前面的herald當然沒問題 還有像tribune這個字 注意不是tribute tribute是操控或什麼的 所以像什麼 Chicago tribune 什麼 芝加哥這麼一個報紙 Tribune 那還有像Sentinel也是可以 Sentinel也是防衛者 或之類的 侍卫 所以 連這個也可以是報紙的名字 OK 還有Standard Standard不是標準嗎 OK的可以當作報紙的名稱 還有Dispatch也是可以 Dispatch一般來說是派遣或之類的 那你想報紙會派遣的人出去採訪 所以什麼什麼加一個地方加一個Dispatch 沒問題 那還有像是 我這裡好像少打一個mail 連mail也是 那mail不是 郵 郵局郵件之類的嗎 郵局就post office 對不起 所以post也可以 OK 像例如說以前在多倫多有一家全國性的報紙 應該講加拿大全國性的報紙不是多倫多的而已 他叫做 國家郵報 那他的英文就叫 National Post 那你也知道Washington Post 華盛頓郵報 所以雖然他翻成郵報 可是他的 名稱裡面 Post Office也是郵局 所以那你把Post翻成郵帶 沒問題 郵報 那還有一家報紙 在加拿大叫 Globe and Mail 那叫環球郵報 又是一個郵報 所以mail這個字跟Post這個字也可以是報紙的名字 OK 好 然後還有像Chronicle Chronicle就是 記下事情的一個 我們剛不是看到Chronic disease嗎 Chronic ailments 所以Chronic是長期的 Chronicle就是 把一個東西的這個 歷史上發生的順序記下來 所以其實以前的那種史學家 記歷史的人 就叫做Chronicler OK 所以Chronicle也可以是 那我最少看到的兩個 就是這兩個 我連發音都不太確定 Pika You那是什麼東西的 我如果念錯也不要怪我 但我真的沒看過 還有Intelligence Sir 這個我說真的也沒見過 只是因為我剛做的研究 有這兩個也算就是 不過我在托福考試也沒有看到過 而至於這些其他的 都有可能 不能說不可能 OK 甚至是剛講最後這兩個 也不能說不可能 只是我真的沒看過 所以 I'm not gonna vouch for it 好 所以這是 算是一個比較難一點的東西 的介紹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托福的學生 你聽到這些字的話 不要驚慌 他們只是在聊報紙 在什麼什麼報紙裡 看到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在聊天中把他講出來 好啦 不過我們今天講的是 著名走了 好 我們這國寶級的藝術家走了 所以大家 可以替他哀悼一下下 好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